第二件事,有一件事是好笑的 就是嫁不出的女兒 是多數喜歡跟媽媽住 而媽媽照顧得很緊要 而是痛食得很緊要 而是嫁不出,是因為太子媽媽 好像是 只要媽媽在附近買房子 就讓她的女兒自己住 很快就嫁得到 這件事我們有研究 是不是一個嫁不出的女兒 是跟她的媽媽有關呢 於是我們就見到中國著名的子平名利裏面 她真的有一個缺是這樣說 她說原來一個人如果她很需要媽媽 是需要所謂叫淨淫性 也就是說她是一個很身弱的人 她不可以接受一個丈夫的撼劈 我們叫撼劈的意思就是 一個女性嫁給一個男人 那個男性就是屬於一個壓力來的 一個殺來的叫淨冠殺 由於她太弱了 她沒有辦法接受她老公 於是她就要拔媽媽來 所以就要經常黏著媽媽 甚至弱到不可能會嫁得出去 好了 直至那一天她的運轉了 她能夠強大起來 於是很自然她就說 媽媽 我想自己出去住 我不想過著一種那麼嬌嬌的生活 我想獨立一點 好了 當她獨立一點的時間 三個月就找到男朋友 哇 所以我們中國古代很有趣 所以我們中國古代很有趣 同這些命令我沉醉其中 於是雖然我是大學生 我是讀新聞系 但是我接觸中國古文化之後 我就愛上了 我覺得原來我們中國古文化裡面 有這麼多神奇神妙的東西 但是沒有人去發掘 沒有人去發展 那就不如我來發展她 於是我就覺得 去研究一個女生嫁不出 原來裡面有這麼多 不容易明白的理由 就是原來這麼簡單 就是原來經常簽著媽媽 原來比較難嫁 是的